112年度华联縣縣長盃桌球錦標賽18日在宇昌國小活動中心開打 65支的隊伍齊取一堂一架高下 分為了社會、國中、國小等7個組別 甚至於還有國手及其他縣市的選手都加入了賽事 為比賽增加了可看性 112年度华联縣縣長盃桌球錦標賽 18日在吉安鄉宇昌國小活動中心熱鬧開打 65支隊伍有社會、國中、國小男女生等7個組別 包含外縣市的選手以及來自澎湖的男子桌球國手黃玉仁都組隊參賽 集聚一堂一較高下為賽事增添可看性 這次是來花蓮的第二年 然後我覺得花蓮這邊的實力就是有慢慢在提高 就是跟第一年其實大家都進步比較多這樣 然後在這邊的氛圍就是覺得大家都很熱愛桌球 就是蠻開心的在這邊打球 就是肯定要冠軍啊 對啊對啊就是希望可以幫球隊就是都能每一場拿分成這樣 有分成了七個組別 第一個組別是社會組 第二個組別是國中男生組、國中女生組、國小高年級男生組、國小高年級女生組、國小中年級男生組和女生組 總共分成為七個組別 因為而且所有的隊伍總共為65隊 那這一次外地的選手也有來參與這一次的社會組的比賽 那包括有一位藝人國手他也來參加這一次社會組的比賽 可看性非常高 希望大家有空的話可以來參與這個比賽 18日賽事 百位選手和師長湧入宜昌國小活動中心 顯見桌球運動經過花蓮縣桌球委員會這幾年的推廣 接觸的人口數逐漸增加 此判未來持續在基層推廣桌球運動扎根 邀請更多其他縣市好手參賽 樂見更多企業的挹注支持賽事 提升花蓮桌球運動的水準 記者長幫彥縣相報道